现年29岁的沙拉崔斯勒原本是休士顿纪世报的名人组记者 她常常去跑趴和认识名媛 没有想到她现在也成了新闻人物 原来她平常当记者晚上还兼差跳脱衣舞 沙拉不觉得自己有错 景气不好有钱赚为什么不能去呢 沙拉把跳脱衣舞的所见所闻全都写进了部落格里面 她的话名是愤怒的脱衣舞娘 不料她兼差跳脱衣舞却被同业的竞争对手大爆料 休士顿纪世报看到对手的报道后 勃然大怒立刻开除沙拉 不过沙拉其实还在休士顿大学当讲师 学校并不在乎 沙拉的前同事则猜测 沙拉接上来可能还会把这段经历写成书再转一笔 给他出品了 不过沙拉讯 不过沙拉的状态